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师傅你今天期待见到粉丝们吗 有有四个人 有一些人从高雄来 很远的 我们要感谢就是今年大家对于菜的支持 所以特别办了这场活动 那我们等一下去看看师傅准备的菜色吧 哇 师傅 你好像看起来很忙耶 很忙 时间来得不及 真的吗 你在做哪一道菜呢 就是海鲜煎饼的 然后虾子 鲍鱼 还有中间 鲍鱼 对 鲍鱼 海鲜煎饼 哇塞 超高级的 哦 那今天你有带你自己做的泡菜咯 也有 也有 嗯 现在要做海太湯 师傅 今天有两个人不吃牛 所以我等下台湿海太湯尿泡菜咯 你知道为什么师傅要半蹲吗 因为这个 中游天气比较矮 它太高了 哇 师傅自制的酱料耶 是不是正韩石头都有 对 都有啊 哪个中刊的中会最哦 师傅现在非常的忙碌 就由我小编来介绍一下今天 他的小技巧 像他今天的五花肉呢 是有加洋葱 大蒜还有葱 再度滚煮至少40分钟哦 海苔汤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汤头已经慢慢的浓郁了起来 牛肉已经炒过了 所以非常的香 是用麻油炒的哦 师傅 这就是你自己做的泡菜吗 对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嗯 已经大概三天 为什么要把泡菜水挤掉 嗯 因为这个是配猪肉要吃的 所以水分太多的话 不容易吃 哦 所以如果是单吃的话 就可以不用挤水 对 没有错 这边全部是蔬菜的话 台湾种的这些东西 等一下猪肉一直煲 可一吃哦 期待粉丝的来临 今天有一位粉丝是从高雄来的 对对对对 那你今天早上几点钟坐车啊 我从碰山搭8.01的摩托车 哦 真的这么少 天哪 吃大餐 当然要早起 哎呀 很好 哦 哈哈哈 我从来就吃大餐 我从来就吃大餐 吃大餐 哦 最后韩国什么时候会喝海带茶呢 趁热的时候 趁热的时候 趁热海员出来 就一个月大概这个喝 因为之前我们山山的很多 都在海边住的嘛 对的 所以但是这海叉的很容易干掉的嘛 所以我们很容易带过去山山 还有这个不会快掉的嘛 所以一直都会放海边 对 对 哇 师傅说故事 这当冬的时候呢 冬的时候里面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这叫做对改变 哇 哇 哇 这样子 今天我们带了蒜香炒饭 然后直接拌入泡菜跟春串辣酱料理 所以铺同的 这个是一个韩国炒饭吃吃的感觉 今天没有办法请刘德华唱歌给你们听 我只好请孙柔煮菜给你们吃 谢谢 你们觉得好吃吗 很好吃 有没有后悔当他的粉丝 没有 你们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档 很难选 我很喜欢这个啦 那个菜 菜吗 对 它炒鸡很好吃 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炒饭也很好吃 那如果你到7-11买这包年菜 你可以炒的跟事物差不多了吗 应该可以吧 可以吗 简单易懂 这会是从高雄来的粉丝 今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 所以我很喜欢 要选第一的话我会选泡菜 为什么呢 因为跟市面上的不一样 而且就是脆脆的 然后那个酸度又够这样子 有没有机会给你自己挑战看看做饭菜 面有哪一道 对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呢 真的都非常好吃 但是我觉得说以我们自己的方便度 又各方面都好做的话 我觉得春春料理机我非常的推荐 对 因为它又可以变换很多种 而且我们又很容易购得 就是在7-11我们也不用准备太多食材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 就好像我们自己亲手 哇塞 你好像在7-11 加1-12 北点心韩国的眼睛 都开始表演了 没有亲血而已 我的意思 今天粉丝结妹的成功了 下次你们也有机会哦 拜拜 拜拜